熱血製造,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hk 現在其實今日比昨天更加危險 所以今天更加需要吹大雞呼籲大家出來 其實現在的狀況就是 剛才可能說銅鑼灣通了一條路 金鐘的金鐘道又通了 不過中間江洛道中和夏國道那些 其實還有市民在堅守 所以大家需要繼續支持他們 其實銅鑼灣現場這裡 大家看到已經是人丁非常單薄 再少了一條路 還有支持者的art work 被人掃檔了 所以今天只要我們下午 可能會有知識分子 可能會有黑社會 可能會有愛港力 我們現在未知 但是下午的確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時間 所以大家出到來的 一定要出來 只要守得住下午這段時間 到下午的人多起來 我們又可以撐過多一天 其實我們真的要一天一天去撐過去 出來吧 現在是10月14日下午的12點多的時間 大家看看我們這邊 在軒尼斯道DFR 近SOGO這邊 其實今早5點多凌晨的時候 已經出現跟昨天 今早5點多的情況一樣 就是警察趁你還沒睡醒的時候 走來拆鐵馬 可能有些人不知 其實本身在邊天尼斯道DFR 鐵馬其實是有兩層的 一層就是在溪腎中心對開的一層 而看到的是在我們的右手邊 東角度進去都是有一層的鐵馬 東角度是有一層的鐵馬 那現在大家看到 其實今早早去清 現在只有現在一層的鐵馬 其實這些一搖就立即散了 一搖就立即散了 在旁邊有一條小路 進去渣甸街 這裏本身都有鐵馬封 最初的時候 其實整條路這裏封了 整條希尼斯道 東角度封了 還有再遠一點 溪腎那裏都有一層的鐵馬 現在看到其實今早早 它那個清 已經清了一層很單薄的鐵馬 所以萬一如果外字頭 或者是真的清場的話 其實它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清到 而這個情況 其實昨天早在金鐘都已經是發生過 就是金鐘昨天在紅綿路那裏 由中環本身遮打道 接著去到遮立花園 接著去到皇后將廣場 有三層的鐵馬 都是這樣清一層的 昨天本身大家是下午晚上 去重建的 但是據我們剛才消息所知 就是在今早10點 警察就直接清了整個金鐘的鐵馬 於是我們就知道 其實在銅鑼灣今早清 是比現在金鐘更加危急 其實是整個佔領的範圍縮小了 你看到在右邊 除了現在已經通車非常暢順之外 你會看到本身一堆的房間 一直這樣走下去 走下去看看 本身我們走下去這一堆的房間 其實是推出一些的 譬如有些人知道的 其實銅鑼灣是有異教和補習班的 那個補習班 本身是近我們剛剛的位置 是近我們的位置 但是由於今早警察這樣去插發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一退 這裡的集會和留守者 就去到中間 看到現在前面的藍色帳篷中間的位置 其實我本身是今早在金鐘 接著我下來 我下來的時候 其實是有發生一些零聲的事件 又有人在上面樓上 剛剛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香港大廈 在樓上有人丟了一個鏡座 是玻璃 散了整個地方 而這次他這個混蛋 是真的把他扔出來 你看到現在有些警察說很痛 就是剛才有一些證物的位置 所以其實是比較危險 但是你看到現在的帳幕 為什麼會排成這樣呢 是因為今早警察來衝動的時候 就是拆了鐵馬 於是很害怕 是會再有下午的時候 面對好像昨天愛治頭的衝擊 這裏也是一個異教的版 大家可以看看今天也有一些上課 所以本身這個版本是最前面 是在索近SOGO那邊 現在退了這一段 講回剛才這個情況 就是其實今早早 當警察來去拆鐵馬的時候 其實本身在這裏留守的人 他們決定 因為有些太驚恐了 而且是怕是昨天下午 如果出現愛治頭來這樣撞的話 是會令到在圍圈裡面的人 會受到一個 你也知道那幫愛治頭 其實擔扮在警察身邊 其實這個時間是沒有警察的 現在這個時間是沒有警察的 所以剛才他們決定的就是 本身是把帳篷放在行銀路邊 你現在看到的是放在路中間 你看到現在是放在路中間 剛才是放在行銀路邊 但是放在行銀路邊有個問題 就是無論是床 你看我們再遠一點前面 大概是二三十米有些床 有些帳篷放在行銀路邊 其實有一個顧慮就是 因為今早早就太突然 無端的拆了幾層鐵馬 雖然已經有衣補了 但是由於怕下午是愛治頭來 本身那些帳篷放在旁邊 就是當有些東西塞到 去保護自己 我們在中間就可以 本身剛才有些警察來拿證物 拿證物 拿證物 亦都因爲這樣 我們怕去上面再扔下來 我們就把這個帳篷移回來 在這邊的中間 對 大家看到就是這邊的中間 我們再繼續向前走 大家看到其實整個佔領區已經收窄了 現在其實看到的情況就是 去到我們這邊 希林斯道近著麥當勞橋這個位置 其實只剩下一層鐵馬 大家在前面看到那一層鐵馬 我們先走快一點去看看 本身今早早 為什麼放了床出來 就是因為怕下午如果愛治頭這樣衝擊的話 感覺上心理上是有些保障 我們看看前面那些所謂的鐵馬或者路障 其實基本上已經是形同虛設 你有沒有看到 在前面是形同虛設的 而在本身這一邊 其實是有三層的路障 包括在這裏有一層 是一層 麥當勞橋有一層 再推遠一點 那個轉角位也有一層 但是今早警察已經過來 現在剩下的就是 這些鐵馬 其實很坦白說 這裏不用五分鐘十分鐘就全部清掉 而現在大部份的物資都依然放在這裏 那這個是大致上今早的情況 所以其實是很緊張很危急的 其實我現在一個這樣的安排 就是用警察和黑社會 大家一起聯手犯案 早上就是找警察來拆你兩層 兩層保護 然後下午就有你的愛治頭在這裏 現在基本上是沒有了保障示威者 保障留守人士一些天然的屏障 以及路障都沒有了 甚至就是其實一分鐘 他現在走過來清理的話 你都只是能夠走開 怎麼樣 有沒有 給大家說 對